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到我到达那里 已经比约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 我远远地看到朋友 看见他蹲在地上 蜷缩成一团 不断朝手里哈气 想必他已经保持这种状态等了我很久 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赶紧先跑到车站里的便利店买了瓶热牛奶 他看到我拿着牛奶走近 马上站了起来 一脸暖暖的笑意 我把牛奶递给他 愧疚地说 抱歉 让你等很久了吧 他轻描淡写地说 没有 我也刚到不久 路上堵车 我知道 他为了让我不那么愧疚 所以才撒了个谎 但是我听过最温柔的谎言 梁石秋先生说过一句话 你走 我不送你 你来 无论多大风多大雨 我去接你 最好的朋友 不一定是在你朋友圈里点赞最多 评论最勤快的人 但他一定会是那个 愿意在冰天雪地里等你 再忙 也要挤出时间见面的人 知乎上有个问题 你如何定义你生命中重要的一个朋友 点赞最高的一个回答是 相见亦无事 别后长亦君 我天性不喜交集 在大多数时候 我都不会主动联系以前的朋友 但我知道 最好的朋友 他们就像星星 我不一定总是能见到他们 但他们会一直在那里 这样温柔的朋友 值得用一生去深交 尤其呢 第一次看心灵博手时的触动 二十岁的威尔 出身卑微 一余时间喜欢跟一群小混混在一起 泡巴 抽烟 打架 强烈的自卑感和被人关爱的渴望 让他的生活在压抑中无限延长 后来 他进了麻省理工学院 虽然是以一名清洁工的身份 每天的任务 便是等学生们下课后 把教室走廊和卫生间打扫干净 一天 学院的教授在走廊的黑板上 留下了一道非常难的题目 希望能有解出的学生能解答 但是 没人能解开答案 而威尔 在打扫卫生时偶然发现这道题目 轻而易举地写下了答案 当教授发现 解开这道难题的人 竟是学院里的清洁工时 欣喜地想要培养他 教授让他定期研究数学和接受精力辅导 威尔却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 看到威尔面对着人生的抉择 却没有勇气去做出正确的决定时 威尔最好的朋友长客怒了 如果二十年后你依然住在这里 过来我家看电视 陪我搬砖 我会宰了你 即使明天我醒来已经五十岁 却依然要做这种工作 对我来说倒无所谓 你拥有我们没有的天赋 却窝囊地不敢去兑现 我若有你的才华 我什么都肯做 我每天开车到你家门口来接你 我们出去花天酒地 玩得确实很开心 可是你知道 我一天中最棒的时刻是什么吗 大概只有十秒 从停车到走到你家门口的这段时间 每次我敲门都希望你不在了 不说再见 什么都没有 你就走了 查克知道 威尔不属于这里 他的天赋和才华 值得他去过更好的生活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 不论何时何地 都真心希望当下的你 过得更好 看中你的才华 哪怕明知道 你会远远把他甩在后面 他也为你加油 世界是繁杂的 甚至有很多阴暗面 当我们有机会往上爬时 底下总有很多人在冷嘲热讽 等着看我们摔倒 唯有真正的朋友 才会在你失忆的时候陪伴你 在你得意时 真心为你鼓掌 替你高兴 这样真心实意 为你着想的朋友 值得用一生去深交 最近越发有种感慨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生活似乎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缘 每天重复着两年一心的生活 心中的沉闷无人可知 我们忧于厨房 却依然向往山川湖海 有人说 一辈子很长 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因为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逸 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即便旅途漫漫 前路未知 也能一起将平凡的日常 过成一首诗 就像陈一涵 和闺蜜张俊宁的友谊 在29岁的尾巴 陈一涵经历了一场失恋 还没来得及 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 张俊宁就拉着他 跑去菲律宾长滩岛旅行 他们扎起了满头辫子 重回青春少女的时代 他们在白皙的脚踝处 闻了一只卡通大象 终于任性地叛逆了一回 他们一起挑战高空跳海 一起裸泳 甚至在异国他乡 与陌生人接了一次吻 每一件事 都比前一件事更有挑战性 张俊宁陪着陈一涵 见证了30岁的衣食 和有趣的朋友在一起 他们会在一念之间 就能计划出一个 令人惊喜的行程 喜欢即刻出发 喜欢未知的挑战 他们对生活充满好奇与热情 就像一个永不疲倦的小太阳 随时散发着正能量 他们有时脑洞奇大无比 有时又像小孩子般纯真 总是想尝试新鲜的事物 作家王小圈说过 有趣的人 他不是走进你的世界 而是为你打开一扇窗 去参观他的世界 有趣的人让我们知道 虽然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 充满了平常琐事 但如果我们用心去拥抱 生活里每一件感动的瞬间 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小确幸 这样有趣的朋友 值得用一生去深交 一位读者曾经问我 为什么我们越长大 身边的朋友会越来越少 其实大多数时候 友情的淡去 并不是伴随着争吵矛盾 而是败给了时间和空间 时光荏苒 你我天各一方 为了各自的生活而忙 明明还想像从前一样 彻夜闲聊 肆意玩笑 现在却只能从朋友圈里 得知你的消息 千言万语 话成一个赞 欲买桂花同在酒 终不似 上年游 千语千寻中说 人和人的相遇 就像搭上了同一班列车 路途中有很多站 很难有人能从始至终地 陪你走完 人生的旅途中 感谢你曾来过 当我对所有的事情 都厌倦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你 想到你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生活着 存在着 我就愿意忍受一切 你的存在 对我很重要 萤火虫小巷里 有一句话 人生是一段孤独旅程 但我遇见了你 你不是我 却又像世界上的 另一个我 如果你的身边 也有这三种朋友 请用心神交 不要让他们 和你在旅途中走散 慢慢人生路上 多幸运 有你想办 那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如果您喜欢 周周的声音 请在文末点个赞 那我们相约明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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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